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我们的朋友 大家平安 那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 在今天早上 继续的一同 从圣经当中来做学习 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 都会不断的提醒 我们的朋友 信仰的路 不是只是信信耶稣 去去教会 捐点钱奉献 做点好事 就代表我们今天 得救有把握 生命有盼望 信仰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从明白道理 就是从认识道理 到明白道理 到最后能够 使我们的生活信仰化 就是生活当中所作所为 都符合道理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听道 明道 还要行道 听见道理 明白道理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把这个道理能够活出来 能够行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那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 都有谈过 从真耶稣教会的基本教义 来做一个思考 因为我们跟大家谈过 信仰不是只是信耶稣 而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明白主的道 就是遵行主的话 所以这就是一间 就是教会的教义的重要 教义就是遵照主的吩咐 行主的要求 以及蒙主的喜悦 这个叫做教义 一间教会的教义 那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 有谈过关于洗礼 洗礼教礼 圣餐礼 还有安息日的教训 那这些都是真耶稣教会非常坚持 但是常常不受到主流的基督教派所认可 或者是在实行圣礼 或遵守教义当中 有许多的差别 跟大多的基督教派都有许多的不同 有许多的差别 那我们刚说过 既然要信耶稣就好好信 既然好好信 那就是要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 而不是自己一拍脑袋 我喜欢这样做 我就想要那样做 别人告诉我这样 我就要做那样 那到最后 其实你拜的不是耶稣 你信的不是真神 你是信自己 拜自己 如果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神的话 如果你可以凭自己的心意 随意更改圣经的教训 那只是代表说 你觉得自己 比圣经更重要 你觉得自己 比神更伟大 所以你不用听他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 在现今的基督教世界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一个观念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以人为本 而不是以神为本 好 那我们今天再讲 真耶稣教会 五大教义当中的第五项 也是我们这个 谈基本教义的最后一样 真耶稣教会有五项 基本的教义 就是我们 我们在信仰上的坚持 就是我们谈过 洗礼 洗脚礼 圣餐礼 安息日 那我们今天来谈第五项 就是圣灵 当一个人来到真耶稣教会 来参加聚会 来慕道 可能他第一个反应过来 或第一个突然认识到最大的差别 就是真耶稣教会祷告的方式 有些人 他们说来到真耶稣教会 什么都好 信徒也好 道理也好 那中午的爱餐也好 说真耶稣教会什么都好 就是这个祷告的方式 让人感到非常的不习惯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你如果到参加过其他的基督教派 他们的祷告方式 通常都是安静的末祷 或者是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然后脸伏在椅子上 自己内心向神祷告 或者是他们的牧师或神父 在台上带领大家 就是替全会众做祷告 但是会众都是安静聆听 所以在大部分的基督教派 他们的聚会祷告 通常都是无声安静的 但是当你到了真耶稣教会 你第一个会注意到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祷告很大声 你会看到一群信徒 这个嘴里发出不同的声音 说出一种听不懂的话来 然后身体会震动 会让你觉得说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人怎么会这样 所以因此 许多第一次来参与教会 来目到聚会的朋友 常常很不习惯 甚至有的感到有些害怕 对这个所谓的圣灵 有了很大的疑问 但是问题是 当我们今天对圣经 尤其是新约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圣经当中 他不但有讲到圣灵 而且圣灵 还是在信仰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环 主耶稣讲圣灵 使徒彼得讲圣灵 使徒保罗讲圣灵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圣经当中对圣灵的讲述 跟他的内容 其实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 在今天的主流基督教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听到许多 关于圣灵 不同的讲法 不同的解释 或者是不同的认识 那基本上来说 今天在普遍的基督教世界里面 当谈到圣灵 他们会有几种不一样的反应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来针对我们所听过 所接触过 不同基督教派 对于圣灵的反应 或者是对圣灵的认识 那来跟大家一一的做分析 通常讲到圣灵 许多的基督徒 都没有任何的认识 因为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牧师 从来不讲圣灵 不存在 不用讲 不需要花时间 那有的是说 有的是根本就忽略 不讲圣灵的内容 有的是只有把圣灵 当作一种感动 有也好 没有也没有关系 他们说圣灵不重要 信耶稣 爱神最重要 圣灵不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有的讲法是 不存在 不重要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如果你去问他 关于圣经当中 圣灵的教训 他直接就告诉你 有啊 有圣灵 你信耶稣 你就有 信就有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 我会信耶稣 代表我已经有圣灵 我已经有圣灵 所以我会来信耶稣 就是这个 一个循环 今天我会来信耶稣 是因为我有圣灵 那今天要证明我有圣灵 就是因为我已经来信耶稣了 你会发觉说这个逻辑 你仔细去分析 这叫做自说自答 自问自答 那其实这种说法 这种逻辑 这种推论 本身来说 它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它就是 把你的一个答案 建立在另外一个假设 我假设 信耶稣的人就有圣灵 所以我来信耶稣 我就有圣灵 我假设 有圣灵的人就会信耶稣 所以我有圣灵 自然我就有来信耶稣 所以你会发觉说 这种的逻辑 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 这叫做一种自我安慰的推理 自我安慰的方法 讲来讲去就是什么 两面 我会信耶稣 是因为我有圣灵 我来信耶稣 也代表 就代表我已经得到圣灵 所以你看 它其实并没有说任何的东西 它是假设上在建立假设 那这也是第三种 所以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 他就是跟我 他为什么会来真耶稣教会 就是因为他去 他是一个很热心 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 那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圣经 也看到道理当中 关于圣灵的教导 那所以呢 他就去问他的牧师 他就问牧师有关于圣灵的道理 他的牧师说 你想这么多干嘛 你就凭信心就可以了 那他就有点不见得非常的认同 他就跟他的牧师说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有得圣灵呢 那他的牧师说 你要信 你要信你有圣灵 你就有圣灵 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圣灵 就是你信心不足 你要逼自己信 所以你没有圣灵 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充足 那你就是要一直的 不断的告诉自己说 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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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有了 你就有圣灵了 那他就觉得说 这种算不算是自我欺骗 你要相信你有 你就有 你如果觉得没有 就是你信心不足 那讲来讲去 他说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说 是因为牧师自己没有体验 牧师没有办法告诉你 没有办法解释 牧师没有办法引导你认识圣灵 只好用这种 你信就有 那你觉得没有 信心不足 软弱 多祷告 祷告到你 认为你有 你就是信心充足 你就有了 所以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不管你怎么 不管你怎么说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你告诉他说 我想体验圣灵 他说你已经有了 你有圣灵 他说我没有感觉啊 你小心 信心不足 所以这是一种蛮可怜 蛮可怜 就是需要用这种 不断的自我催眠 来安抚自己 因为读圣经而不安的良心 所以呢 不存在 不重要 信就有 还有另外一种告诉你说 这个圣灵啊 如同温柔的鸽子 圣经里面不是有说到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吗 所圣灵如同鸽子 降下来在耶稣身上 所以他们说 你看鸽子 又善良 又洁白 又温柔 所以 得圣灵是一种 非常非常温柔的现象 他没有任何的声音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像温柔的鸽子一样 你甚至都不知道 你自己得圣灵了 因为他如同鸽子一样的安静 这也是另外一种 因为牧师没有体验 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所以他只好告诉你 你要相信 他温柔的住在你的心中 他如同鸽子一样 所以另外一种就是鸽子 这个圣灵如同鸽子 那也有告诉你说 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 你看 因为你很虔诚 你信了耶稣 你很虔诚 你是好人 所以代表圣灵 已经在你身上动工 所以他们把好行为 信耶稣 做好人 来代表 你是一个有圣灵的人 这是非常非常常 这个是非常常见 许多基督教派 就是告诉你说 你会信耶稣 是因为你有圣灵 你看 你是个好人 是因为你有圣灵 所以只要你是好人 你就是一个有圣灵的人 所以不要想太多 不要问太多 好 那最后一种就是告诉你说 圣灵啊 圣灵是一种特殊恩赐 它是个很不错的恩赐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如果你有感谢主 你有特殊恩赐 那你没有也没有关系 一样可以进天国 这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把圣灵 好像把它抬得很高 但是啊 却告诉你说 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哦 只有某些人 他的特殊恩赐 可能就是有圣灵 某些人 他的特殊恩赐 可能是会讲道 有些人 他的特殊恩赐 可能是很有爱心 所以圣灵只是 众多恩赐当中的一个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 好 所以我刚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要先让大家 让大家认识到一件事情 现今的基督教世界里面 因为本身没有体验 所以只好创造发明 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来安慰信徒 或者是说来欺骗自己 来欺骗自己 所以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体验 所以即使圣经有记载 他也只好跳过不读 或者是扭曲解释 因为什么 没有体验 就解释不出来 没有看过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得着 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信徒 得圣灵的重要 好 那我们退回来 我们先看 圣灵到底是什么 圣灵是什么 说圣灵不重要 圣灵不存在 圣灵不用谈 那圣灵到底是什么 在创世纪 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的第一章 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一开头 就讲到了神的灵 那神的灵运行在天地之间 神的灵有着绝对的能力 神的灵从黑暗当中 叫出光来 所以到了约翰一书 他讲到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节 我们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 把它放在一起读 你会看到说 神的道 神的灵 它是起初创造天地的绝对力量 绝对力量 所以他说 这个道与神同在 这个道就是神 那这个道是什么呢 这个道的观念 跟我们华人 所谓的道家 这个老子的道德经 这些思想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里的道 就是从起初创造世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有声音出来 说要有光就有光的这个道 这个道是什么 这个道就是神所说的话 天地间的绝对力量 神圣灵的权柄 所以这个道是什么 这个道就是神的灵 那在约翰福音说 这个道与神同在 这个道就是神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节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二十四 神是灵 这里其实原文没有个 所以他后面有小字说 没有加个 因为个 如果加了个就是把它单位化了 就是只有一个 所以他说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所以在这里从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神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天地当中造物的主宰 绝对存在的力量 他到底是什么 这里说 这里说神是灵 充满天地 贯穿宇宙 超越时间空间 这个从开头到结尾 Alpha and Omega 这个自始至终的 这个天上永存永活 永生永能的真神 这里说 神是灵 那这个灵是什么呢 灵就是约翰福音说的 太初有道 在绝对的时间当中 有一个绝对的存在 超越一切 就是这个道 就是这个灵 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 里面讲的 神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开口说 要有光 就有光 就是这个绝对的力量 所以圣灵是什么 圣灵不是只是 神的什么 一个力量 神的 什么 好像 神的一个仆人 或者是 只是神的一个替身 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圣灵 跟神把它分开 圣经里面说 主耶稣说 神是灵 神就是灵 所以这个圣灵 就是神本身 我们要得到的这个圣灵 就是神 进到我们的内心 与我们同住 与我们同在 给予我们力量 所以当你说 圣灵不存在 但是圣经告诉你说 神是灵 当你说 圣灵不重要 圣经却说 圣灵要 进到我们的内心 引导我们 进入各样的真理 那些讲 圣灵有没有 没关系 圣灵不重要的 那这些 自然 就是 无稽之谈了 所以 我们如果看 以福所书 在以福所书当中 讲到 神 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看 以福所书的 第四章 以福所书 第四章 第六节 四章六节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在以福所书当中 告诉我们 到底神 跟我们的关系 和互动 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讲到三件事 他说 一神 是众人的父 那这个父 是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讲的就是 神跟人的关系 超乎众人之上 我们在天上 有一个绝对的主宰 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真神 这是超乎众人之上 超越时间空间 什么叫做 惯乎众人之中呢 神来到世间 降世为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行走遍地 来到各城各乡 宣讲天国的道理 医病赶鬼 怜悯众人的痛苦 走在人群当中的耶稣 就是惯乎众人之中 那什么叫做 住在众人之内呢 那这里讲的就是 后来耶稣基督 在离世以前 他有告诉门徒 他说我走了以后 我离开了以后 父要差遣 保慧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来 这圣灵来的 要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同住 要引导你们 进入各样的真理 这就叫做 住在众人之内 所以这是神 跟我们的关系 神在天上 永恒的存在 耶稣来到世间 在我们当中 行走传道 那圣灵的应许 从天降下 得到圣灵 住在我们内心 成为我们的生命 跟力量 这个叫做 住在众人之内 所以圣经里面 把我们与神 的关系 其实已经讲的 非常清楚明白 也让我们知道说 神要来到 我们的内心当中 与我们同在 就是借着圣灵 与我们同住 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伟大的神 对祂的儿女的 恩典 以及怜悯 好 那这样子的应许 这样子这么重要 这么伟大的应许 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 可以看到 有许多的地方 都有记载 所以那些觉得 圣灵不重要 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跟信仰无关的人 那就是对圣经 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旧约当中 在旧约当中的 约尔书 这是在小先知书 在约尔书 约尔书的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约尔书的二章二十八节 这里是在约尔先知 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说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做 要见异象二十九节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变为黑暗 月亮变为血 这都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 味道已先 在这里是约尔先知 在预言将来 世界的末了之前 就是神大而可畏 审判之日之前 所要发生的事情 他说在那个可怕的 审判之日来到之前 说会有血火烟柱 日头黑暗月亮变血 这个是很可怕 就是天地结束之前的大灾 但是说在那之前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使女 所以旧约当中就有预言 神要将他的圣灵 来浇灌给他的仆人 他的使女 使他们能够说预言 做一梦 建一项 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来看 这是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卷 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 十二章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 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这是撒加利亚先知 所做的另外一个预言 他说到那日 也是一样 在讲那个末后的时间 说到那日 我要将这个 将这个圣灵 来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说他们必仰望我 他们所扎的 在当时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并不知道 谁是他们所扎的 也不知道说 他们到底要仰望谁 当然这个后来 都在耶稣来到世间 被钉十字架 十字架下的人 不管是信徒 使徒 甚至是罗马兵 祭司 文士 法利赛人 说这些人都要仰望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也讲到 这个冰钉拿着长枪 扎耶稣的肋旁 有血和水流出 从此就开了洗醉的泉源 所以在这个时候 撒加利亚先知 不知道自己在讲 但是他知道 说到那日 当众人在仰望 他们所扎的人 所扎的这一位 说神的灵 要浇灌 在耶路撒冷 跟大卫家 那这些都是对将来的预言 撒加利亚的时代 到耶稣的时代 是好几百年的时间 所以经过了几百年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看到了这个预言的实现 他们把耶稣钉死 扎耶稣的肋旁 接下来 按照主所应许 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门徒得到力量 就开拓了 这个福音 广传新的一页 那这是旧约当中 先知的预言 我们来看一下 主耶稣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第七节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第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责备自己 所以在这里 是主耶稣自己应许的 主耶稣讲到圣灵 就是宝慧师 这个在底下 这个在第十三节 十六章十三节说 真理的圣灵来了 所以这里的宝慧师指的就是 圣灵来到 圣灵来到 圣灵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里讲说 主耶稣说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来 所以圣灵的 圣灵降临的关键在于 耶稣得荣耀 就是他被钉死 打开救恩的泉源 这就是耶稣得荣耀 到父那里去 他离开了 往父那里去 那他去了 就差遣圣灵 降到世间 所以我们看从旧约 其实还有好几个地方 从旧约的预言 到耶稣亲自的吩咐 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圣灵会来 圣灵要来 圣灵要住在你们当中 圣灵要使你们得着力量 圣灵使你们得着生命 圣灵使你们明白真理 那你今天说 没有啊 圣灵那个没什么啦 那个不用太 不要花时间去想这些 圣灵不存在 圣灵不重要 圣灵不用追求 圣灵跟信仰无关 讲这些话的人 都只是把自己的眼睛遮住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是个瞎子啊 我是个瞎子啊 那叫做真眼瞎 那我们也说 这个叫做 装睡的人 叫不醒 其实很多时候 圣经的道理 非常直接明白而清楚 或许啦 或许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圣灵 所以就算拿着圣经 也只能当瞎子 因为没有圣灵 圣经讲得这么明白 你还记得吗 关于 我们之前讲洗礼 圣经说 起来受洗 洗去你的罪 奇怪了 圣经讲得这么清楚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人 很多的教派 许多的牧师说 没有 洗礼跟赦罪没关 洗礼跟得救无关 洗礼只是入教仪式 那就真的是个真眼瞎 也不知道说 是在欺骗自己 还是真正的是一个 属灵瞎子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圣灵 所以读了那一节 读一百次 看了每个字都知道 道理还是不明白 圣经说 洗去你的罪 你说 就不会洗罪 那你不是瞎子 你是什么 真眼瞎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所以非常固执硬心 没有圣灵 所以不知道要 不知道要悔改 要改变自己的说法 不知道要回归圣经 因为没有圣灵 所以人硬心 不改 不听从圣经的话 那这就是没有圣灵的结果 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哀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 我们看到说 圣灵就是神 那伟大的神 荣耀的神 却愿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与我们同在 给我们力量 因为什么 因为神是有慈悲怜悯 还有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 我们是他的儿女 就是只有这个原因 因为爱 所以神愿意 卑微自己 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 来到世间 成为平寒 因为爱 伟大荣耀的神 要离开 至圣的光中 来浸到人的内心 把这个光 照到了 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没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给神带来什么好处 神是 拥有一切 所以在 所以在 所以在哈盖书里面 神说 我震动列国 列国的珍宝就运来 有什么东西不是他的呢 天下人间万物都是他所造的 所以 我们信耶稣 其实不会给神带来什么的 你没有办法给神带来什么好处啊 你说你去公司上班 你可以帮公司做事 你可以给公司带来好处 所以公司付你薪水 但是讲实话 你信不信耶稣 你做不做好人 你能够给神带来什么 带来什么 伤害 或带来什么 亏缺吗 神一无所缺 神拥有万物 所以我们千万今天不要觉得说 我有信耶稣就可以 更不要用一种好像是 我来信耶稣 是神欠我的 人有没有信耶稣 并不能给神带来什么 但是为什么神要愿意 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 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黑暗污秽 人的内心 把光带进来呢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爱你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因为他爱你 如同许许多多天下间的父母 他并不是因为 父母 儿女能够给他带来什么 儿女的功课很好 儿女的成绩很好 当然 人 有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说 养儿防老 儿女成功代表我 晚年的 就有依靠 有的父母可能是这样子想 但是现在这样的父母越来越少 以前可能还有这种观念 但是现在 现在其实 养儿女 儿女希望儿女成功 希望儿女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 常常只是因为一个原因 他是我们所生 他是我们所爱 所以父母亲可以对他们 无条件的付出 无条件的牺牲 那更不要讲到伟大的神 神的爱 是远远超过父母 那自然而然 他对他儿女的慈悲怜悯 使得他来到世间 将光带尽 那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所以神说 所以主耶稣讲 他说我去了以后 你们不要忧愁 不要感怯 不要害怕 说我走了以后 说父会差遣保会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要来到你们 当中与你们同在 要住在你们的心内 给你们生命跟力量 这是主耶稣的应许 所以当我们说 没有啦 没有圣灵 那我们难道 把耶稣当成说谎的吗 主耶稣说有 你说没有 那只有可能 耶稣说谎 或是你说谎 那主耶稣绝对不会说谎 所以那些否认圣灵 说没有的 一定是你说谎 所以这是我们 从圣经当中看到 圣灵的重要 圣灵的帮助 那我们来针对 我们一开始所说 很多基督教 很多基督徒 或不同基督教派 或牧师 谈到圣灵 我们刚刚讲说圣灵 有的基督教派说 圣灵不存在 那我们刚刚有指出 旧约的预言 新约主耶稣亲自的应许 使徒体验 都在在的告诉我们 有圣灵 有圣灵 那第二个 有人讲说 圣灵不是很重要 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四节 以福所书一章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 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 背赎 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 圣灵是什么 他说圣灵是 得基业的凭据 什么是凭据 凭据就是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去Costco 你要买电脑 但是他们的电脑 都不是放在台子上 所以你要先去付钱 付钱之后 你就拿着一张凭据 就是你已经缴费的凭据 然后到那个 到那个什么 pick up 到有个柜台 是专门去pick up 专门去领 那你手上这个东西 就是你一定可以得到 那一台电脑的凭据 所以如果你手上没有那一张 你手上没有那一张 你就走到那个柜台 你跟他讲说 你可以把那个最新的电脑 给我一台吗 那你如果手上没有凭据 那当然人家就不会给你 他不会给你的 所以什么叫做凭据 凭据就是 能够得着的证据 好像你买房子 他要付一张房地产证明 一张地契给你 你买了房子 付了钱 贷款办好以后 那个市政府 那个county office 他们应该就会记一张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地址 就是你的房地产凭证 凭那张证 证明说 你是这一间房子 这一块土地的合法拥有者 那即使你人不在家 即使你人不在家 你可能出国了 你到台湾了 你回大陆了 你只要拥有那一张凭证 你就不会说回到家来发觉说 怎么有人住在我家里面 你就不用门一开说 人家说 你没有来啊 你不要啦 你不要就是我的啦 我先来的啊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那个纠战雀巢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 因为你有凭证 这一张凭证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房子是你的 代表这个家是你的 那这里讲说 圣灵就是天国的凭证 什么意思 就是凭这个证 来告诉你我 有保证 说有天国 将来那里 有我们的家 有我们的归宿 所以当你说圣灵不重要 但是圣灵说 这是你进天国的ticket啊 你要上火车 你要有ticket 你要坐飞机 你要有ticket 你要回天家 你也需要有ticket 那这个ticket是什么 这里讲说 圣灵是 进天国 得基业的凭据 好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任何人说 任何人告诉你 圣灵不重要 有爱心 做好人最重要 胡说八道 无知 就是一种 就是无知 因为这里圣灵说 祂是你得 圣灵是你得 天国的凭据 的凭证 那你没有票 你没有票 你就是进不去啊 就是这么简单 那接下来有人说 我们刚刚说 有人说 信就有 信了耶稣就有 你信耶稣 你洗衣礼 你信了耶稣 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你圣灵就 就跑到你的心里面了 自然的 自然的 那有人 我们刚刚讲说 说像鸽子一样 你都没有感觉 因为什么 祂是温柔的鸽子啊 所以你说 没有啊 我信耶稣信了二十年 从来没有感觉有圣灵 哎呀 祂如同鸽子一样 温温寻寻的 在你的心中 做窝做潮 所以呀 你没有感觉是正常 因为祂是 温柔的鸽子啊 这是我们在 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 那圣灵信就有吗 信耶稣你就有圣灵吗 自动就有吗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呢 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十二节 十二节 求鸡蛋 对不起啊 十三节 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 十三节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 求他的人呢 十三节 我们刚讲啊 父母亲爱儿女 都会希望把好的给儿女 这里讲说 你们虽然不好 这个不好 哪里不好 是比起天父对他的儿女 父母的爱 虽然好 但是对比天父的爱 都算是不好 不够好 所以连我们这个很有限的父母亲 都知道要善待儿女 他说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谁 你自己读啊 圣经写得很清楚啊 你不要只有看哦 你们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要把圣灵给他的儿女 你们不要乱改圣经哦 不要乱改圣经哦 这里说什么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谁 给求他的人 好 所以那些说圣灵不用求 说信主自动有圣灵的 圣经告诉你说 你乱讲 这里给谁 给求他的人 求他的人哦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要求哦 求他的人 但是神很慈悲怜悯 说你求他就听你的祷告 你谦卑他就回应你的呼声 所以给谁 给求他的人 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这一章这节非常重要哦 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第二节 第一节说 保罗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 到了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 第二节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 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死下来 好 这里讲什么 这里说保罗遇到了一些门徒 他来到以弗所遇到一些门徒哦 那保罗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说你们信的时候 受圣灵没有 你们信主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如果信耶稣就自动有圣灵 很多人讲啊 我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圣灵就 就跑到我的内心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有逻辑嘛 我们大家都是有知识 有逻辑的人 如果今天信耶稣就自动有圣灵 那保罗说的这些话 都是废话 是不是 保罗问他们呢 保罗说你们得圣灵的没有 对不对 你看哦 保罗来到那里看到门徒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得圣灵的没有 如果信耶稣自动有圣灵 保罗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子问 为什么自动就有啊 那为什么自动就有 为什么保罗还要问呢 那不是废话 那是什么吗 那这就是因为 信耶稣跟得圣灵是两件事情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信耶稣自动有圣灵 保罗才会问说 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得圣灵的没有 保罗才会这样子问啊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信耶稣很好 但是信耶稣要求圣灵 那神会将圣灵赐给那 虔诚谦卑 向他恳求的人 那 说到圣灵很温柔像鸽子 所以你都没有感觉 是这样子吗 就是不读圣经 或者是随便乱节 所以我常讲嘛 有很多的牧师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先射箭 才化靶心 先射箭才化靶 他们已经先决定了 告诉你说没有圣灵 或圣灵很安静 你没有感觉 但是你有 你觉得没有 就是你信心不好 就是你没有信心 他已经先决定了 然后再发明很多套的理论 是的来说服你 来接受他们的 自我创造的说法 我们今天来看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降临 圣灵讲什么 圣经里面讲什么 说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 降临在使徒身上 说什么 有大响声 有大响声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节 说五旬节到了 门徒聚集在一处 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降临的现象 大响声 如同狂风吹过 舌头如火焰 然后圣灵充满 舌头的声音 他这里的方言 后面圣经里面都用方言 方言他的原文是什么 他的原文 Glasolaria 他的意思是舌头的声音 不是嘴唇的声音 是舌头的声音 所以圣灵他出现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是可以看见 可以听见 能够知道有大响声 如同大风吹过 舌头跳动如同火焰 所以今天告诉你 什么圣灵如鸽子 又温馴又善良 你没有感觉就是对的 那也是另外一种的 另外一种的自圆其说 另外一种的逃避圣经的教导 而自己发明自己的道理 所以你看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你怎么知道有圣灵 圣经里面谈到说 一个人怎么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得到圣灵 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 他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听道的人身上 第四十五节 那些奉歌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 就圣稀奇 第四十六节 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 这里的方言就是舌头的声音 所以你看那个英文 英文也是speaking with tongue speaking in tongue 所以在这里讲说 因为他听见他们说方言 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 圣经里面关于一个人 有没有得圣灵 他的判断是什么 他判断是有没有说灵言 这里的方言 我们不要觉得说 好像是地方方言 就好像在中国 你有广东话 你有广东话 有四川话 有浙江话 山西话 各地方都有各地的方言 台湾有闽南话 台语 这里的方言 这里方言不是讲这种地方语言 他讲的是舌头卷动的声音 舌头的声音 舌头的声音 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 我们再看一个 《使徒行传》十九章的 第六节 第六节说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说方言舌音 他们就说舌音 又说预言 第七节 一共有十二个人 人家还算给你看 他算给你看 他不是一个什么 他不是说什么 全部人都有 信耶稣都得着 不是 他有一一算给你看说 总共有十二个人 说方言 这十二个人 得圣灵 所以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有圣灵 不是一种感觉 不是觉得说 我信就有 我如果觉得没有 就是我信不足 这种都是 自我欺骗 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 圣经里面讲说 保罗看看 得圣灵了 说方言了 说灵言了 说这个舌音了 算一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有十二个人说灵言 所以十二个人得圣灵 这是你们所听见 所看见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 得圣灵是可以听见 可以看见 可以算出来的 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 真心书教会非常坚持 虽然我们 祷告的方式 常常 三不五十 会被人家拿来 攻击 嘲笑 或者是 甚至会有些人觉得 有些木道朋友觉得 你们祷告好奇怪 你们教会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是你们的祷告 我不能接受 关于这一点 真心书教会 祷告有没有很奇怪 作为从小 在真心书教会 长大的信徒 我是真心书教会 第三代 我的爸爸 我的爷爷 都是真心书教会的信徒 真心书教会 的祷告 有没有很奇怪 其实对比 其他基督教派 所谓的 庄严 树木 隆重 或者是一个 很有仪式的仪节感 你看那个天主教在聚会 他们开始 签听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那个 那个仪节感 好像就跑出来了 那个仪式的感觉 就跑出来了 仪式教会 祷告有没有比较奇怪 讲实话是有的 这个我们不否认 我们的祷告方式 在平常的眼中 比较奇怪 难以接受 我们不否认 不否认 我们来看一节经节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 一章的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节开始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余拙二十一节 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以为余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这一节非常有趣 很多人觉得 基督教的道理 是非常余拙的 你看余拙在哪里 十字架本身 他们觉得是很余拙的 你看底下 他说十字架的道理 是余拙的 很多人这样觉得 伟大的神 居然要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太余拙了吧 他应该就 snap the finger 就这样 snap finger 结果 世界全部都 大家都变成好人 所有人都能够得救 这是人的 人以为自己的智慧 只要 一个snap 坏人全部死光光 事实上就没有坏人 其实啊 什么叫做 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真的是这样 神一snap 然后就坏人 全部死光 我们讲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常常 把自己当做好人 其实在神的眼中 那个被snap一下 被消灭的人当中 可能就包括你我 为什么 人的意在神的眼中 是污秽的 所以当你很开心的 觉得自己很聪明 哎呀 对呀 如果我是神 我就 所有的坏人 全部没有 笑死人了 因为你就是那个坏人之一啊 你就是那个坏人之一啊 在神的眼中 你其实跟其他的坏人 没有什么两样 贪小便宜 喜欢骗人 赞人便宜 就喜欢赞人便宜 说谎话 不是吗 坏脾气 所以啊 人家得罪你 一记记十年 从来不赦免 那你不是坏人吗 你不要以为只有 在外面杀人放火啊 那个才叫坏人啊 按照神的标准 你我都是坏人啊 所以我们不要 所以在这里 圣经还要告诉我们说 神的智慧是什么 他说人以为很鱼着 人以为什么鱼着 十字架很鱼着 圣餐里很鱼着 我们上次讲到圣餐 不是说吗 说主耶稣说 我的肉真是可吃 我的血真是可喝 结果呢 结果一大堆人就离开 他说哇 这个人在讲什么 鱼着的道理 所以十字架鱼着 这个圣餐里鱼着 习里鱼着 干嘛一定要到火水啊 我在后面挖个池子 不可以吗 太麻烦了 点水就好了 这个一定坚持到火水 太鱼着了 所以你看嘛 十字架鱼着 圣餐里鱼着 习里鱼着 这里啊 得圣灵鱼着啊 这个祷告方式怎么这样 身体还摇来摇去 啊嘴里噜噜噜 说出一种听不懂的话来 啊这个好傻 这个我不接受 当人拒绝 那只代表一件事 代表人很高傲 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啊 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用一个不是那么好看的 祷告方式 就分出了虔诚或是高傲的人 今天一个谦卑的人说 虽然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愿意试试看 那神的恩典就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了 但是一个人很高傲说 我是上流人士 我是这高高在上 我是上流人士 我有品味 你看我这个头发梳得 多么的光滑亮 这么的这么滑亮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像你们一样祷告 还流汗 嘴里还噜噜噜 不行 这不符合我这个上流人士 很抱歉啊 就是你的智慧 让你变成真理上的余着 所以啊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一直觉得说 神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美感 对不对 会堂要盖怎么样才是庄严肃木 这个聚会一定要怎么样 才是表达的这个 这个高人 才能表达说 他的敬虔 那个教会 一定要什么阶级 才能感受到 他的权柄 祷告一定要什么模式 才能感受 才能够体会到 才能够感觉到 有那个仪式 这都是人的智慧 那神就不要啊 神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一个非常平凡而普通的教会 叫真耶稣教会 一群非常平凡而普通的信徒 叫做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一种非常奇 这是一种人所看来觉得奇怪 而不同的祷告方式 叫做圣灵 就是这样子 但是圣经里面讲说 神用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来救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不好意思 好像每次我讲一定都会时间超过 那大家就忍耐 不过在这里 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做一个提醒 做一个提醒 真理只有一事 就是圣经当中的真理是绝对的 他不会因为你的背景 或者是你的学术教育 你是什么神学博士 什么double phd 这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圣经里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 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真正的智慧 在于谦卑来认识圣经 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 所要提醒我们的 说神用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来救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他要救谁 救那些愿意谦卑 不但给神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都是自己灵魂救恩 愿意去用心来谦卑的寻找真理 什么人可以得到圣灵 那些谦卑来到主面前 向他恳求的 这样的人他的祷告 神都听见 那神会在 神会在他自己的时间 神有主权 我们的责任就是 谦卑祷告祈求 然后耐心等候 神给的时间 那时候到了 神就会将圣灵赐给我们 当你得到圣灵 当你得到圣灵 很多你原来现在有的问题 就自然不是问题 你就不用再问圣灵存不存在 你都亲手摸过亲自体会了 你就不用再问 有没有圣灵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真实的体验 好 那我们的 今天聚会就到这边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祷告当中 求主耶稣 让我们体验圣灵 也求主耶稣 让我们能够圣灵充满 能够明白主的心意 能够有力量 走主的道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